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罗叔叔的桌面啊 上期 我们说这个 Cloudflat实践 大家觉得 讲的太复杂 想要简单一点的方式 我们这一期就介绍一下简单一点的方式 因为大家都喜欢吃快餐嘛 好 我们进入 Cloudflat的网站 在Worker pages里面点创建啊 好 这里 名一个名 那就以今天 Demo 2023 0807 这个来命名 点击部署 好 等待一下啊 好 我们的Worker已经部署好了 就是这个链接 点击编辑代码 有很多人讲有域名很烦 如果没有域名是否可以直接用 IP地址或者其他方式 来部署 那我们这一期就说一个简单的方法 好 把这个原因来的代码给他删掉 好 把这个原因来的代码给他删掉 我们打开这个3k的大佬的 啊 github 把他的这个代码 copy进来 好 我们粘贴他的代码 然后 我们只要把 UUID 你看给替换掉 就可以了 保证安全性啊 User ID啊 好 我们这次简单一点 用 V2ray N的客户端 好 点击服务器 随便点一个 我们点添加VLess 好 这用户ID 右边就可以生成 这个 随机的UUID 我们把它复制下来啊 复制下来 我们把它粘贴进 代码里面 替换掉 所以这次 用的东西很少 好 点击保存并部署 好 这个代码就 部署好了啊 好 我们从这里复制一下这个链接 好 可以打开啊 他这是一个 IP地址 一个网站 好 我们 把刚才的UUID 从代码里边 复制出来 好 这时候必须要保持着网站能反望啊 打入 打入 斜杠 放入 UUID 回车 好 就出来这个界面了 这个就有很多链接了 V2ray Default IP Best IP 还有 Clash 我们点这个VLess这个订阅地址啊 我们这就看到一大堆的订阅地址 但其实 很多是无法使用的 我们现在 把它全部复制下来 然后呢 找到我们的V2rayn 点服务器 点击从剪贴板 批量导入URL 把它全部粘进来 粘进来干什么呢 测试 看看哪些是通的哪些是不通的 点击 一键 好 我们开始把这里 所有的 节点 都在进行测试 当然这边要 把代理关掉啊 清除系统代理点一下 我们来重新 点一键多线程测试 你如果是没有关掉代理的话那个 就不准了 好现在开始 测试 总共有120个节点 当然这都是不要绑定这个域名的 这是最省事的快餐了 好测试完成 我们对 它的延迟 进行一个排序 肯定是绿色的最好吗对吧 绿灯型吗好 我们看第一行 有我们的DEMO20230807 那我们就用这个来试试 这是我们刚刚生成的这个 免域名的 Walk 的节点好 使他表现活动 好这里 点击自动配置 这个系统代理啊 加载上来了 好 我们打开 油管 测试一下 开始加载还稍微有点慢 我们看一下 这是一个新加坡的节点啊 YouTube上面有SG啊 好我们打开一个4K的 进行搜索 就第1个吧 哎 有广告吗 好 点击跳过广告 这一片出来了啊 点击详情 这边设置 潜藏折纸啊 1440p 老罗叔叔不是很喜欢那种 搞巅峰时刻的 大致上能用就行了 还可以啊 一万多 对吧 一万多 又变成了两三万了 这样就是 不用域名 就可以 直接 来使用 节点了 省去了很多麻烦 大家觉得好 请给老罗叔叔点个赞啊 也可以订阅收藏一下啊 下次再看啊